上供养诸佛如来 下供养一切众生 为什么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它是平等的 这是真供养啊 我们把佛看得太高 把众生看得太低 错了 你没有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是平等心 你心不平等 你没有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 这个所有供养全是假的 修人听佛报 这好事情 不能帮助你 不能帮助你 疗生时出三截 不能帮助你往生 有菩提心就行了 有菩提心你干这个 全是功德 你一念佛求生净土 决定的事 为什么 你的心是清净平等 这是菩提心 早年在美国 我跟大家讲 菩提心 就是用尽体 菩提心有体 有相 有用 体是真诚 它其用 有两种 一个是自用 自受用 一个是他受用 也就是一个是自利 是利他 自受用 是清净平等 全是自受用 他受用的是大慈大悲 这个大慈大悲 是从真诚 清净平等 觉力源 生出来的 真正的慈悲性 真诚的慈悲 清净的慈悲 平等的慈悲 正觉的慈悲 这是佛菩萨的菩提心 所以这个经 三百王神 都讲得很清楚 往生的条件 发菩提心 一向 专念阿弥陀佛 这十二个词 讲得清清楚楚 没有菩提心 不能往生 没有菩提心 不能往生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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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